今天又来到熟悉的地方啦 现在的轻衣房间还有公婆鼠 短毛和长毛的金丝熊 连通心粉都有了 花枝鼠好像才刚满月 最近的小网红卢丁鸡竟然40块钱一只 我今天是来挑选我的小螃蟹的 上次让大家帮我给小螃蟹起名字 收到了大家起的很多名字 我选了5只螃蟹 并采用了呼声最高的5个名字 到家了到家了 先把5个小螃蟹拿出来 这只比清正还大的女孩叫红烧 红烧是一只有点粘人的小螃蟹 这只钳子很大的螃蟹叫蒜蓉 这只速度飞快的小螃蟹叫五香 也是个男孩哦 这个软萌的妹妹叫糖醋 哎呀糖醋对不起 最后这只有点特殊 它的钳子是红色的 所以叫麻辣很符合它的形象 而且我这次去不只买了螃蟹 还买了10多只小虾哦 下个视频给小虾也布置笼子 这次我终于把蟹宝王和海绵宝宝带回来了 我的小螃蟹可以当蟹老板了 把清蒸和爆炒安顿一下 小螃蟹安顿好以后把沙子洗了一下 开始布置了 蟹宝王放在上面 小窝也放在上面 海绵宝宝负责在下面招揽客人 其他的小装饰随便摆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我还买了一块石头 结果忘了放 先把清蒸和爆炒拿进来 清蒸和蒜蓉的颜色有点不太一样 清蒸偏黑一些 看红烧很喜欢站在我的手指上 然后是糖醋和麻辣两个小姐妹 最后是五香 这回小螃蟹的家里可热闹多了 现在是三只弟弟和四只妹妹 谢老板也终于开张了 他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 然后一点点向我走来 哎 你别再往前了 拜拜 拜拜 拜拜